小战的回归之路7个通告 下一个会是什么呢 近日梳理了一下小战回归之路的7个通告 或者有坎坷或有崎岖 但总归都在那那变好 下一个会是什么 真的非常的令人期待 自从遭受非议以来 小战的回归之路共计有7个通告 分别是演唱红梅赞 新歌作品光点 中心经纬专访 北京卫视演唱竹石 湖北公益助农直播 博客天下专访 以及综艺青春环游记二 这个是暂未官宣的 那在这个7个通告当中 歌手小战有3个作品 接受专访两次 智力公益事业一次 综艺活动一次 其实在这7个通告当中 每个通告都还可以进行细分 比如说肖战演唱红梅赞 不仅唱出了一幅 红梅手绘作品 而且也写了一篇 致敬红颜精神的文章 再比如新歌光点 肖战也在某平台上面 录制了一个新歌宣传的视频 虽然最终因为攻击者的 舆论风波暂时搁浅了 但是纵观整个通告的脉络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 肖战一直都在 稳扎稳打回归事业的本位 肖战的7个通告 张识有度回归事业本位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起来 最近这段时间 有许多嘈杂的声音 在网络上瞬嚣沉上 一些所谓的业内人士 不断的唱衰 肖战的相关资源 无论是影视资源 还是商务资源 但是我们细想一下 其实就能够想明白了 娱乐圈这么大 要是这些业内 都知道顶流的一举一动 那么为何肖战有新歌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呢 肖战登上北京卫视的时候 他们又不知道呢 肖战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呢 所以啊对于网络上 说到肖战的下一个通告的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 太过于在意了 因为真正的业内呢 只有肖战本人 和肖战的工作室 除此之外 所有的所谓业内人士 都是在造谣 污蔑和畅衰 以期达到他们 不可告人的目的 把娱乐圈比作公司的话 老总的合同啊 是前台客服能知道的吗 如果他们真的 说了算话的话 又怎会活得如此下作 再者通过肖战 现如今的曝光的七个通告来看 他和他的团队 一直都在稳扎稳打 纵然期间呢 有一些人在泼脏水 落井下石 以及恶意阻挠 但是很显然了 肖战和他的团队 都坚定的走过来了 曾记否 肖战曾经说过 没有一件事情 是一步登天的 我认为所有的成果 所有出来的结果 都有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积累呢 就需要坚持的 我相信肖战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积累自己 也在坚持做自己 他的回归之路 七个通告也是张持有度的 那么下一个通告会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就让我们ın把冰 información 去 married 他送到了 卡尼 是 我 由 我觉得 香港